本期四 欢迎收看今天的ET开市 直击 我们是Irene 洪艾尔 今早有洪艾资本投资总监李泽铭 Alan 为大家分析时报解答投资问题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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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晚是美股个别发展的 多谢重磅科技股的售额 至于恒智夜期升了33点 近期港股的手势都挺强 就问Alan 究竟可否维持到呢? 以至在个别焦点业绩股都会分析一下 大家有什么股票言蓝 都欢迎WhatsApp留言给我们 电话就是9133819 或许可在节目留言区留言 说明和想问的股票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表现 市场对联储局减息憧憬降温 美股场债息亦逼近4.2来的水平 美股星期三国别发展 道指曾经升近200点 周市升幅收窄到37点 报39,043点 而标指从记录高位一度反复回落大约0.4% 收市跌9点 报5,165点 纳指跌大约0.5 报16,177点 商品市场方面 油价升超过2% 金价亦曾经1% 而加密货币一哥比特币再破顶 收到升穿7.3万美元 销点美股方面 马特斯拉租赴国银行的分析员 窗淡 股价跌大约4% 苹果跌超过1% 而Meta跌0.8% Google和Amazon是靠找的 NVIDIA一度跌超过3% 收市跌大约1% Amd跌近4% 应特2跌4.4% 是表现最差的导致成分股 中概股和ADR的表现 中概股一度升势凌厉 但市场都忧虑美国对TikTok法案 令到地缘危机升温 影响中资股的气氛 京东美股仍然高过港股收市3% 自宣布109.58% 百度和阿里巴巴升大约1% 腾讯跌0.3% 自宣布289.8% 汇丰控股ADR自宣布59.45% 给本港收市价升0.2% 友邦给本港收市跌0.5% 比亚迪跌1% 小鹏和韦来跌超过3% 今早上外围的市况 先看看亚太区股市方面 普遍向下 其中日本股市跌0.6% 日经平均指数38452.1% 跌243.1% 南韩市升0.2% 澳闹市向下 跌幅微微跌0.1% 再看看恒指克棋表现 暂时就靠稳 黄智克棋升10几点左右 导致期货也靠稳 升20几点 先和Alan谈谈 最新的市场走势 美国近期公布了 CPI略高预期 今晚会公布了PPI 进一步看看通胀情况 但市场仍然预期联储局有机会6月减息 虽然可能降了1D 但根据资商数据 6月开始减息机率是5成半 当然下星期看联储局的议息之后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讯息出到来 但整体来说美股走势仍然是强劲 是否能维持到呢 近期看到这半導体股 高预期有点回落 是一个机会 还是要提防小心点呢 我觉得美股短期有个调整的机会 是比较大的 原因就是减息 或者减息大家充电到现在 其实都已经七八八了 另外美股近期不强 主要都是半導体股所撑起 半導体股其实由年初开始 努力做公布他们去年第四季六业绩 给出今年第一季度的指引 其实炒这个业绩和炒这个指引 其实都已经炒了一个多月了 其实大部分的半導体股 其实都有一个相当大幅度的升幅 然后升到最后的时候 你看到NVIDIA是真的比较强之外 MAX7里面其他六只 已经开始看到很明显一个 升势上的疲态了 NVIDIA我相信再强也好 你独力难知 你无论一只股票撑起整个股市 有一个调整我认为是正常的 但这个调整就不代表整个半導体 或者整个AI会炒越 但毕竟升了这么久 其实如果你说 在高位有10-20%的调整 我又不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风险 或者一个很大的危机 由于暂时才开始看到 它有一个转势或者开始调整的迹象 那又未必是这么快 就是一个入场的机会来的 例如可能以NVIDIA为例 例如调整到可能有10%以上的时候 可能才是慢慢开始可以吸纳的时机 那六月份究竟会不会减息呢 我个人偏向六月份应该都会减一次的 因为全减息涨 减息涨了这么久 而现在的通胀虽然比预期为高 刚刚出来的3.3%比3.2%预期为高 但毕竟跟之前最夸张的时候9.1% 已经有一个很明显的降温了 而且美国经济未陷入衰退 或者不会一个硬着陆 但很明显经济的增长的幅度 已经是降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低的水平 就是长期来说都是2-3% 在阻止这个水平 所以维持这么高的息率 就似乎好像没有太大的必要 还有降了这么久的减息 象征息减花一次都很合理的 不过虽然我认为六月减一次息的机会是大 但是如果你说拉云来说 我始终认为就是那个减息的步伐 应该会拖慢来做的 尤其是三月份的议息会 其实我想市场现在来说会比较担心 因为它减就不会减的 就是三月份这次会议 不过可能三月份之后 大家都看着点阵图 会不会有些什么变化 点阵图我会担心 或者市场会担心 变化可能就是六月份 有机会维持一定的减息预期 但是就是后续那个减息 其实有机会就会拖长一点点 如果是这样的话 其实市场对于那个减息的预期 开始出现变化了 就是那个长期的息率 其实下降的幅度就应该会降低 就是说长债息率 有机会比现在稍微上升 当然短债其实有机会 如果大家看着六月份减息的话 那短债是有机会的息率是压低的 那这个变化我相信都会影响到 就是美股未来的走势 而且如果之前的减息的部分是落空的话 那可能美股也会有一个相应的调整 那这个可能对港股未必是一件坏事 因为我都很相信最近港股忽然间转强 就是港股忽然间转强 都某程度上和美股大部分的股份 因为其实它真的靠这个MAX7 或者靠这个NVIDIA本身撑住 你看到其他的办法也都有一定的调整 那资金也都有一定的流出 那另一方面就是Nakay 就是日股股明显强了这么久之后 那其实就是忽然间是回调 或者资金流出的幅度是显著的 那这些资金流出 那可能部分也都是回流回来港股 那对港股其实会有一定的支持 那既然也有提到港股 那大家都很想知道 究竟有多少资金会再继续回流回来 现在又不用太多资金 不用太多是不是有点害怕 那先转看上天的表现 总结一下再继续再问 Alan怎么看港股 你怎么部署好 昨天恒指低开34点之后 曾经倒升121点 高位见17,214点 创今年新高 未少回落的恒指收跌11点 报17,082点 成交额略维促减到1,204亿 波子升0.3% 报3656点 ATM个别发展 美团升1% 阿里巴巴跌1% 国泰业职之后升超过5% 泰股A升3% 理想汽车升超过3% 内房股就受额 碧桂园跌近5% 看北水盘路 麦北水录得超过114亿的淨楼入 今年以来淨楼入是最多的交易日 并且连续20个交易日吸资 资金主力买指数ETF 盈富基金录得39.6亿的淨楼入 南方恒生科技ETF和恒生国子ETF 分别吸资12亿2千万和5亿8千万 淨楼出方面 美团和理想汽车分别走资2亿和1亿5千万 中移动就走资1亿 好了 继续跟Alan聊聊的港股 刚才解释了部分原因 最近可能有些比较强势的股市方面 可能有机会有些市场的资金流回来港股 所以港股近期都挺强下的 叫做难得地 终于升穿了17000点 但是昨天有一个整固的情况 怎样看来 是不是一个大将小回的格局 未来可以上网更多的水平呢 大将小回对港股来说 要求真的比较高 我们对港股的要求 稍微降低一点点 所以近期表演已经相当努力了 未来就不会一步登天 希望它上175 现在180 上250天线以上 这个我相信是困难的 要求也是有点过分 但是短期看起来小目标 可能上75 这个稍微现实一点 由于前日已经很明显 升穿了一条100天线 所以100天线 反而现在可能成为一个明显的支持 大概下面就一直录这些位置 上面可能短期望 应该是175 刚才提到港股的 近期忽然间强势 有部分原因可能是国际资金 因为美股或日股的疲弱 开始有点回流 另一方面 港股里面的成份股 其实有一个相对好的表现 或者相对令人惊喜的表现 都是其中一个原因 因为我们看到有部分的科网 即是无论京东 或者比利比利 这类的 出了业绩之后 虽然他们去年第四季 业绩就没有太大的惊喜 因为你这个时候的环境 都比较困难 但是似乎管理层出来面见投资者的时候 他们给出指引 和对于他们今年的营运态度 是相对比较乐观的